藝術無價 不少收藏者不惜聚資收藏 夢寐以求的藝術品 還會為他們投保以求心安 但您有想過 一旦發生不幸 導致藝術品嚴重受損 在保險公司支付了巨額理賠金後 這些藝術品又將何去何從呢 一起去看看藝術保險公司會怎麼做 一家知名保險公司 位於德國西部大城科隆市附近的倉庫裡 收藏了多達三百件的藝術品 只是每件藝術品上頭 不是有刮痕、撕裂傷、缺腳 就可能有穿透性的破洞 其中包括葛哈里希特和喬治歐德 齊里科等知名藝術家的作品在內 作為世界上最大的藝術保險公司之一 這家保險業者 每年都會收到繪畫、雕塑或素描等 藝術品損壞的索賠 其中約有八成的藝術品是可以修復的 其餘的無論是不能修復或修復成本 過於龐大的藝術品 都會被送到這個倉庫來 這家保險業者的全球首席執行長 凱·库克林斯基表示 這座倉庫的主要目的是 妥善保存這些受損的藝術品 畢竟扔掉它們實在太可惜了 尤其是主要目的主要目的是 這座倉庫保存的作品包括克里斯托的包扎國貴大廈計畫的受損膠板印刷品 另一個是黑紅金 這是葛阿里希特的衣服畫作 因為懸掛不當而受損 還有紳士最不尋常的作品 是喬治歐德齊里科的衣服畫 當時他被掛在一間房子的牆上 卻被隔壁飛機過來的一顆拆房屋的大落錘給打穿 幾乎全貴也讓意外成為千奇百貴無所不在